靠别的车干嘛 你怎么才下来 我都在等你半天了 你赶紧起来 别把别的车蹭坏了 你赔得起吗你 不是 你在搞笑吧 这车 找我来干嘛 赶紧说 我来接你回家呀 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我还想再玩会 你先回去吧 好吧 你看 现在都三点半了 天马上都要亮了 你要玩到几点算好啊 你个送外卖的 你拿什么送我回去啊 就有你的破电瓶车吗 不是你说这话 送外卖怎么了 你看不起送外卖的呀 你往那看 什么呀 往那看 我朋友的 新款宝马 不是 什么意思呀 你说这话 等你什么时候 买了几这张车的时候 再送我回去吧 你送什么呀 不要拉拉扯扯的 你不嫌丢人吗 你把话给我说得清楚了 你走什么呀 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巴不得别人 不知道你是我男朋友啊 你个送外卖的 不是 外卖的 就因为我穿成衣服啊 我告诉你 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少给你花过钱吗 少给你买过包吗 这包谁给你买的 什么意思呀 现在这么对我 那你再买啊 那你再给我花啊 你早知道你是个送外卖的 我就不让你花了 你真的有点破钱 行吗你 行 那我告诉你 那就当我试试给你的好吧 反正我也不差那么低 哎 你什么意思啊 这是你车吗 对啊 怎么了 不是 你不是个送外卖的吗 我是送外卖的 送外卖的能满足你的虚荣心吗 我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以为我找到了爱情 我以为那个人就是你 可你呢 你就这么回报我的 不是 我就那么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你到底是干什么呢 你是富二代吗 才知道啊 不过我不喜欢这个称呼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送外卖吗 我父母就是看我年龄小 让我出来体验生活 磨练性子罢了 不过也刚好 看清楚你这种丑陋的 败性的嘴脸 哎 哎 爸爸 别拉拉扯扯的 哎 不是这样的 我那看 我那看 什么啊 新款包妈等着你的去找他 快去爱情故事 哎 爸爸我错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啊 嗯 你配吗 走吧 好